副议长南利连续两天出招整顿议会纪律 当众训诫在议会厅内讲电话和聊天的朝野议员 今天南利突然打断房地部副部长艾曼艾迪拉的演讲 训斥一名在和副部长聊天的国阵国会议员 昨天国会议员在议会厅里讲电话 立刻引来南利挖苦地问道是太太打电话来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